我相信如果再给熊肉一个机会 他们断然不会做出用霍勒迪交易利拉德的愚蠢决定 而且他们还搭出去两个手轮 以及一个手轮互换权 简直是武大郎给西门庆搭柴礼 亏到姥姥家了 人家绿军那边在诸葛的帮助下 已然成了五星神阵 除了今天被哈斯奇咬了一口以外 那是欲神杀神欲佛杀佛 打到现在五胜一负 场均竞胜14.5分 新出的NBA战力排行榜 绿军高居第一 然后你再瞅一眼熊肉 曾经隐隐为傲的超级防守没有了 本赛季防守效率仅仅排在联盟第25位 场均要丢119.7分 字母哥加大洛 两个超级防守者都不够给打没一个人插屁股 你说你要是防守没了 进攻加强也行啊 可结果利拉德在进攻端也是拉满了一裤裆 目前他的场均得分 比上赛季少了9.5分 助攻少了2.3次 并且命中率只有丧心病狂的40% 在他的进攻拖累之下 熊肉本赛季的进攻效率也是有所滑落 目前仅仅排在联盟第12位 等于说是利拉德来了 球队的攻防效率都下降了 他已然成了球队最大的转类 同时也成了字母哥最大的负担 今天熊肉显胜篮网 利拉德被对面的小火车撒了个屁股尿油 让人家在头上狂砍45分 而他自己则是十五头五重 拉了一裤子蜜田供 熊肉虽然赢球 但他的正负值是丧心病狂的负十四 全靠抱着字母哥的大腿 才算逃过一劫 这一幕也让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蜀汉笑话 阿斗刘散放狠话 当年韦子龙将军在长板坡一战中 撒了朝军一个人仰马翻 欺进欺出 你说说熊肉这买买多的 要早知道这情况 你都不如花一个手轮去蓝碗买小火车 常规赛开打前 你要啃出一个手轮 蓝碗肯定放人 结果自己掏空了所有的家当 连裤衩子都脱下来送给了开拓者 就换回来这么个破烂 熊肉的未来算是彻底毁了 以后争贯军团密尔沃基可以出名了 东部将是绿三军一家独大